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苏莉 我今天刚刚考试回来 刚到家 我就准备马上给大家录一期视频 因为618快到了 很多妹子们都已经打算 开始买很多很多的东西了 所以呢 我要赶在这之前的话 给大家先测评款产品 如果好用的话 我这个视频就会发上去 如果不好用的话 你们知道的 现在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刚回到家 然后把妆卸了 就是一个无滤镜 5美元 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瑕疵 嗯 超难过的 最近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但是现在已经解放了 所以就没有太大事情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 腰制的鸡蛋仔美妆蛋 一盒有四个 它这个包装挺有创意的 所以我就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赶紧给它来做一个测评吧 好了现在我们先打开它的包装 真的就是一个那个鸡蛋的盒子的一个包装 超级可爱 然后里面的话也是跟鸡蛋差不多的那种放置的方式 它还有包有那个塑料膜 就给人种它挺干净卫生的感觉 就不是直接放在那个盒子里的 好 测评第一步我们先观察这款美妆蛋 有水滴和鞋切两个款式 每个款式各有两个 注意看它的材质细腻密度还蛮高的 然后气孔也很均匀 然后弹性的话还可以 接下来我讲一下美妆的哪个上妆的方法 上面那个小尖头适合用于眼下的部分 然后中间的那个弧面适合脸部两颊 然后可以让妆容更加的服贴 接下来那个圆弧的部位适合大面积的一个上妆 第二款是鞋切形的 上面的小尖头也是适合用于眼下 然后弧面适合脸部的两颊 重点就是下面的平面 质合大面积上妆 鞋色尖头用于T区眼角的部分 然后是沾完水的一个美妆蛋的对比 可以明显的看出左边的美妆蛋比右边的搭很多 要注意的是上妆前我们拿纸巾包住美妆蛋 然后让它充分的吸收一下水分 这样子美妆蛋更不容易吃粉哦 而且这款美妆蛋吸了水粥真的超级有弹性 超级饱满 但是也不会软塌塌的那种感觉 比不沾水的时候感觉好太多了 真的一下惊艳到我了 现在我们开始上妆啊 现在可以看到我脸上真的好多好多的瑕疵 用的是完美日记小金开粉底液 先把粉底液抹到脸上去 然后轻轻地稍微推开一些 再用美妆蛋 我刚刚一下子表现推开太多了 然后我们用美妆蛋轻轻地拍在脸部的位置 然后把那个粉底液拍得均匀一些 慢慢的让粉底液变得服贴于脸部 均匀了就可以结束啦 这款粉底液的遮瑕度一般 但是你们仔细看真的没有卡在我的痘坑里 这款粉底液偏干可以看得出来 美妆蛋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接着呢我们用美妆蛋上腮红 今天用美妆蛋在腮红盘里面点几下 然后有一定的颜色就可以啦 不需要太多 然后拍于脸颊的部分 轻轻地去拍 可以看得出来就上得很均匀 而且也不会变成那种大红屁股 最后我们用遮瑕液来测试一下 先用遮瑕液轻轻地点在痘痘的部分 然后美妆蛋轻轻地拍把它延展开来 痘痘已经差不多被遮光了 如果大家觉得可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的话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最后的一个测试我们把它剪开 上剪刀 剪的时候我真的超心疼 我才用了一次的美妆蛋就这么被我剪掉了 但是为了给大家做测评 打开来看 可以发现就完全没有一点粉底液啊 之类的在美妆蛋的里面 然后我放大给大家看 真的连边缘都没有 就连外部分粉底液最多的一个地方 里面都没有渗透进去 所以可以说这款美妆蛋 基本上不怎么吃粉 好啦到现在为止 我们妖枝美妆蛋的测评就结束啦 我感觉这款美妆蛋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它一盒是40元 然后一个是10块钱这样子 然后性价比也是非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